我心裡說是廢話雞 你們是廢話雞 打算停車買東西而已 用不著這麼多人圍著一個人 還大打出手 最近有影片在網上流傳 有人拍到在荃灣響和街 一名貨車司機停車 然後被幾名大漢圍著 不讓他拍攝 事主臨散多聯絡我們 說回事件的經過 我自己有幾輛車 當中我有一輛車 冷氣的冷氣不夠 我就去荃灣一間汽車零件店 打電話去跟他們說 我想要一枝雪種 叫我拿出來 老闆又說你可以拿來拿 我就開車過去拿 當時我看到剛好路邊有一個位置 不是誰來的 剛好店舖外面有一個位置 我打算扭車過去 誰知道有個灰色衣服戴眼鏡的男人 就衝出來 就問候我娘 總之很多粗口夾炸了 然後就罵 不讓你放在我的車房門口 怎樣怎樣 然後說我在這裡是陀爹 你說擺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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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遠一點 我說不是那麼兇吧 然後可能我的車 又頂著後面的車 想去整個已經擺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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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擺在車 他們就會 Absorber 有一些車掌 後面的那個司機 mans 你覺得你下車, 你想不想打你 我便馬上下車, 然後就立刻打我 打了我, 第一場是胸口 三、四場臉, 再抄我的頸部 我們來到現場看過 可能因為剛剛發生打鬥事件 看到有不少警察在場駐守 到底這裡平時是不是很難泊車呢? 那些米標都有, 你等一等也有 如果它不讓你擺放, 就在其他地方擺 免得吵 看你的運數, 轉過去那邊 旁邊那邊當然有 都買錶, 旁邊有很多米標 但是容易拍到位? 都不容易 應該難找位 因為平時它的車都擺滿了 車行、動物店 平時很悶的 只有一行車可以走到 他們已經霸佔了, 我們很難找位 我們即使去送貨、落客 都放在旁邊, 落完我們要走 林先生經常都會在這區出入 他說拍不到車的問題 已經出現了很久 所有錶位都被人霸佔了 全部被他霸佔了 整條街都被他霸佔了? 整條街都被他霸佔了 他說的只是半個小時而已 但是前面有一堆 有兩、三間車房也是霸佔了 總之整條街都被車房霸佔了 就算有個錶位也好 你這麼快看到有錶位 或者有輛車走了也好 你打算踏上去 他立刻衝人出來 就說你不能放在這裡 我們有車賣 我聽其他很多行家說 我先來, 你不能這樣霸佔了 然後他就會… 有幾個大巷出來就恐嚇你了 你站不走?不走? 我問我, 你可以放在這裡的 你的車有甚麼損傷 不關我的事 人家聽到這樣都害怕了 就走 我希望警方執法 不可以被這些人摸 還有, 為甚麼你整整半月 也不可以拿來弄車 弄到地上整地油 如果是真意路人怎麼辦呢 那些小孩、小婆 是不是? 我想這件事 政府和警方要重視一下